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超級學問PLYVE 太棒了 又到了我們新的一週 這個主持比賽來了 上次真的是非常的精采 怎麼樣 妳最有印象的 到現在我玩了一個禮拜 還是不會知道 不知道怎麼玩 才能夠玩出一個名堂來 妳今天去吃了什麼東西 我超喜歡草莓 醬油嗎 這是達菲所問 對 達菲所問非常厲害 還有那個 就真的非他要莫屬 沒什麼好講的了啦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感覺 會讓我有一點覺得他會出道耶 真的假的 他有機會 那以後去看電影就不能打折了 因為他在當經理 對啊 但沒有關係 人家都有自己的路可以走嘛 我們下個禮拜 就會是我們月冠軍的比賽 所以大家一定要拭目以待啦 加油啦 今天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是我們的評審長 帶了兩位我們的評審來到現場囉 所以歡迎林靜老師 歡迎 歡迎 還有我們的芷琴老師 歡迎 玉琳哥 麗兒 是的 是的 其實玉琳哥上個禮拜 跟大家揭露了 他到底為什麼有這個手勢之後 是 網路上就是掀起了一個討論的熱潮 沒錯 就是原來他的故事這麼淺 他已經... 揭露漫版 當時可以追溯到我高中的時候 這麼久 怎麼樣了 我那時候連考沒有考上第一志願 回到家我媽媽說 你沒考上對不對 是 我突然 這麼久以前 這麼誇張 但是也要呼籲我們所有觀眾朋友 要記得去下載我們 ET TODAY新聞雲的APP 因為你知道可以支持我們的選手們 同時投票也可以獲得 精美小禮物啦 送給你們啦 是的 我們今天這一週的主持比賽 第一組參賽者 馬上就來到現場囉 歡迎他 歡迎 歡迎 你好 你好 又是一個活潑的第一組 對,你們很妙哦 你們都在鏡頭還沒拍 就先跳一跳 結果上來都拍不到了 先熱身一下 熱身的感覺 是 讓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叫鄭哲弗 然後我來自於 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 我是玉琳哥的學弟 好 對 好不錯 加分 那你跟他們講一下 世新校園有一座同像 是為我塑造的 是那個陳玉琳嘛,對不對 對 等一下你們兩個 不要學長學弟的互相在那邊 沒有啦 青孔大會 澄清一下那是老校長 但只是說 那個樣子跟我很像 希望隔了這麼多年 我們世新的校友能夠素質更好 是的 那既然是玉琳哥的那個 粉絲 粉絲的話 所以一定就是希望可以朝他看齊 以後可以跟他一起合作囉 沒錯 是 不對哦 我好像 我最想合作的對象是憲哥哦 對 好笑嗎 他有一件事情是滿像玉琳哥 就是 笑的那個是韻 有像 說真的 你那個比較像劉德華 不要 我是德華 你是喜歡玉琳哥 但是你想要跟憲哥看齊 所以等於是 你喜歡這兩個的一些特點 是 所以我們今天就可以看到 完全不同的路數就對了 好 請問你要帶來的表演叫做 威廉沈的整療室 請問哪裡有不同的路數啊 看一下他的表演 看他的表面 不是 威廉沈的整療室 裡面還有一些不一樣的東西嗎 對 是 快看一下 看一下鄭哲服 期待 OMG 厲害了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威廉沈 沈逸林 老師給我一個TEMPO 哇 大家好 我叫威廉沈 什麼問題都不用等啊 讓你的荷包神神神 我就是你的守護神 歡迎 厲害了 歡迎來到威廉沈的整療室 不管你有事業 愛情跟財運 有這方面的困擾呢 都可以來找我 那今天呢 我們歡迎到我們兩位的特別來賓 但是 在歡迎特別來賓之前呢 請問各位 知道 這個世界上 第一個 打網咖的人是誰嗎 不知道 答案是 正成功 為什麼 因為他是開台十足 哈哈哈哈哈哈 好 OK 來 那接下來我歡迎我們第一位的特別來賓 她就是法拉利姐 張婷婷 年輕的帥弟趕快來 做我最佳男主角 溫柔體貼對我好 身體耐操一級棒 我就是你的最佳女主角 法拉利姐 甜甜 玉琳哥 坐在那裡好好講 不要動 好啦 玉琳哥 我想問你 我的黑鮑魚 加相場啦 的那個餐車 最近都一直被檢舉咧 我的那個桃花運也不是很好 最近還失戀了 為什麼會這樣咧 你這個問題非常的好 但是也非常的複雜 好 我想一下 你全身上架都是問題啦 你自己回去好好想一想 不過說到這個失戀 我自己本身是沒有失戀過 我知道現在年輕人 最大的問題就三個嘛 失戀 失身嘛 失身之後又失戀嘛 就是我本身就讀世青大學的時候 我的女朋友就是當時的這個孝花 我是怎麼追到她的呢 肖花附近一定會有一堆蒼蠅嘛 What's my difference 我跟那些蒼蠅有什麼不一樣呢 因為大家也知道 我去嘉義彭一彥嘛 那個彭一彥 當然光靠長相是不夠的 當然就要靠我這張嘴啦 我還記得 有一天 我騎著我家我的老野狼 行駛在這個木柵路上 突然我聽到兩聲巴巴 我就回頭看了一下 嘿 當然那個時候 他的家境也算小康這樣子 他騎著一台韋式牌在我的後面 我就看了一下 如果是一般的男生 一定都會說 怎麼了 要不要幫你嗎 發生什麼事情 我沒有 我就跟他說 要求啊 你是不是在巴巴巴巴啊 你是在巴巴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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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什麼 這個就是我怎麼追到我笑話的故事 玉琳哥 你跟我講這個 跟我有什麼關係嗎 當然沒有關係 出手前面持久50公尺 左轉謝謝 厲害了 接下來介紹第二位的特別來賓 這位來賓是大咖 他是演過人在窘途的 王寶牆 王大哥 嘿 老闆 嘿 王大哥 嘿 老闆 嘿 王大哥怎麼了 還好嗎 嘿 老闆 嘿 工作人員把那個掛意思 麻煩先把王大哥擠出去 他可能演那個牛哏 那個角色 還出不來這樣子 不過沒關係嘛 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我們怎麼解決問題了 就是呢 如果解決不了問題 那就讓那個有問題的人 這樣問題就解決了 為你整條整條事 我們下次見 好 順著斧的表現 謝謝 謝謝 基本上模仿是非常的像啦 滿像的 因為我們剛在旁邊看到 又有點忍不住 覺得是年輕了 十五歲的那個玉琳哥 尤其在這個鏡頭上面覺得 一下take他 一下take玉琳哥 傻傻分不清楚了 你知道嗎 很清楚 真的嗎 這有可能真的是你對不對 接班人嗎 OK啦 很有天分啦 可以 接受 但是我這樣看著看著 我才發現原來 我平常這麼惹人厭 沒有 在我的心目中還是很超高的 很超高的地位 來看一下林靜老師 有什麼看法 就我對節目上的玉琳哥來講 我覺得他模仿玉琳哥 非常的到位 對 那在那個法拉利姐的部分呢 因為他有點 好像會在乎評審的眼光 所以他眼神一直飄來這邊 其實你的觀眾是在前面 所以不用太care 而且他忘記 他自己是威廉神 對 所以他有點 他那個角色切換的時候 應該要再更明確一點 不要含糊的帶過去 了解 對 而且玉琳哥在講話的時候 他絕對不會跟你看眼睛 他不會 因為他一直在天馬行空的抓 他等一下到底要講什麼 絕對不會看你的 我在我自己的畫面裡面 對 這是他獨特的地方 我們也看不到玉琳哥的眼睛 沒事 來 芷芯老師 真的很想 芷芯老師 其實因為他是第一組 所以前面緊張或點吃螺絲都還好 因為後面就漸入佳境 那正常的 對 但是因為我一直卡在 他在做一些手部動作的時候 會讓我覺得他 有一點肢體障礙的感覺 就是他在模仿的時候 他會一直有點 所以還不如就不要有手部動作 直接就是模仿玉琳哥的部分 女生那邊的手部動作 都有點太多了 對 但是模仿玉琳哥這邊很棒 是 大家都覺得很像 玉琳哥本尊覺得像嗎 我是覺得真的滿像的啦 但是我講話 我會比你剛剛表現得更簡潔一點 是 像你在描述那一段笑話的故事 要我大概五六句話就講完了 笑話騎瑋士牌我騎摩托車 然後我長頭一看 啊 大... 大概 嚇壞 嚇壞 我把嚇壞 不要老是講一些不能播的 一直說我這一聲致力於 那個說話的簡潔跟作文一樣 是 說話跟作文都一模一樣 就像什麼 女生的裙子一定是越短越好 對 剛剛你有在想 我猜你可能有幾句話講錯了 所以你再圓回來這樣子 但是整個來講不錯 但是可惜就是說 王寶牆跟法拉麗傑 就是感覺兩個是同一個人 雖然他們本來講話就有點像 但是這兩個近人 基本上你在模仿是同一個人 那個方式是一樣的 OK 非常簡潔的評語 OK 我想你應該準備好了 我們要請三位評審給分囉 請給分 林欣老師給的是86分 子晴老師給的是85分 玉琳哥給的是86分 總分257分 平均85.7分 恭喜獲得85.7分 安全 第一位永遠都是最安全的 謝謝 等一下你的對手就上來了 好好給他看清楚一下 沒錯 謝謝 謝謝